65歲的王永安罹患糖尿病7年了 血糖指數一向難以控制 三年前大林慈禁醫院家庭醫學科 林明南醫師請他多吃素食 才開始有了轉變 素食不僅能使精神變好 還能降低50%的糖尿病發生率 這份報告來自於慈禁醫療置業的 素食營養世代研究資料庫 醫院內健檢中心608位 平均53歲的民眾為目標 透過飲食頻率問卷 徹底調查每個人的飲食型態 就發現吃素的素食者 他們發生糖尿病的機會 跟分食者比較起來 會降低33%到50% 這項研究計畫 在2018年2月的 國際素食營養大會 由慈禁醫療團隊發表 研究證實素食對人體健康 有莫大助益 同時能減少脂肪肝 膽結石等疾病發生 遠離慢性病威脅 大愛新聞 謝金庸 林欣宏 嘉義大令報導 謝謝大家 好